咦咦是等於是定,我們收支不動一百千斤 這呢,都總是閃嘛 大草雲水無不是閃,喝茶飯也無不是閃嘛 這就是我們定心,我們的心要定嘛 這就是我們要收心的方向 但是我們幻頭回來了,是陶吉利 我們的心的吉利,貪之七萬吉 五層屬的內地,這個吉利就是在內地 在這個外面的境界,我們有真正的吉利 我們如果是吉利、煩惱,那就容易 有真正的,心理主念就會有病 所以,我們的心心要當真開花 對人啊,不常說,受問啊,動不動 就是疑啊,疑理吼,疑的煩惱 一種是疑惑的煩惱 一種是疑惑的煩惱 一種是疑惑的疑惑的 什麼事情就拿不去,我們的精神力量 只有在那個地方疑惑、疑惑、懷疑 什麼事情就拿不去做 這呢,一種的煩惱 有的另外一種呢 什麼事情呢,都沒有去苦惱或苦惱 如果感覺就說,做就對了 沒有去分別說是對的,不對的 不對的事情,你去做就是不對的 雖然啦,我們看到什麼事情,我們要關心做 但是,我們要苦惱 所以,死到灰要分清楚 是對的事情,我們要真正正去做 就像剛才說,哪怕是休閒的 我們也要關心去做 其實不對的事情 我們絕對呢,動不得 這個呢,不對的 不對的就不對的做 不過呢,還是走動不停 這種的人心啊,都一直憑惑惑 為什麼,你怎麼會不去做呢 喔,不對的我就來去做 不對的去做,做到就是不對的 想要後悔呢,就不對啦 所以說,我們這種出境悲惑 日無地啦,真正走動起來的時 無分中和無分中、無分不明 這種各官的煩惱 這是思想中的煩惱 再來就是說,一種出境悲惑 意思就是說,我們對著什麼樣的境界 我們分不清,搞不清楚 我們分不清,搞不清楚 既然知道說不對 大家人家跟你說,你這樣做不對喔 但是他就是不解釋 就是認為說,我既然決定 我如果沒有做下去,我就是沒有民主啊 否則是呢,有什麼樣的理會掛高啊 雖然來心後悔啦 但是呢,行動啊 還是繼續五行五行 這也是這種的分不清,不清,不清五行的機會 這呢,就是無地啦 這種無地界的煩惱 這是無地的煩惱喔 那無地呢,實在是很可憐 隨世百風啊,生比莫煩惱 什麼叫做隨世百風呢 這個百風啊 在這個世間,無離開八行 這種世間的八種的風啊 來搖動我們的心不定啊 這八行就是禮 哦,禮呢 真正是輸人啊 電動分別喔 哦,現在我們很擔心的呢 就是擔心這種寬禮益啊 那個寬禮益啊 那個寬禮益很大呢 一點兒偏差啦 那真正呢 補補錯誤啦 流下來的呢 就是啊 眾生的鼻孔喔 這實在是讓我們很擔心這種寬禮益啊 這種寬禮益啊 這種不自覺啊 那這樣呢 這種禮益啊 那 就很辛苦 不知道是主義做了 這個千百世啊 讓人手也為手好世啊 那麽是呢 讓所有的人民在這個地球民上的生活 哭不甘願齁 所以這個叫做禮 啊,是不是永遠都是這樣呢 真正的香港禮益管理很大呢 也沒有齁 人生幾乎啊 到底多久的時間呢 其實呢 這場呢 會錯誤啦 但是呢 後來的什麼呢 衰 衰敗 這個 名利啊 有衰敗的日子啊 到那時候 也是很困難喔 再來呢 就是肥 那 真正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的決定呢 受整個經濟的失敗 不只是受整個經濟的失敗啦 當時呢 也灰掉了 生活的來源 不管是水啊 牛啊 頂頂的 這也是灰啊 看你哪大呢 它會造成了人民啊 這種水 灰 那 在這個中間 不管是利啊 那些是水啊 灰啊 這在這個人的狂中啊 有的人就很讚嘆 做到的 給人民的有利益啊 給人讚嘆啊 那些是人清雄啊 那些是呢 給人給他機會 那種呢 後面配平啊 頂頂啊 好 實在是 在那個時候 我們心的痛苦啊 實在是呢 就這個 利 和讚嘆 實在是呢 清雄 這都很快樂的時 那在他有款 有利啦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水深所有 去當作 但是 背後呢 也是 很多人在那 批評啊 不對啊 頂頂啊 但是呢 自己都想不到 這呢 露啊 這幾項啊 自己都不得咬 這呢 都叫作 分不 煩惱 齁 這種人 出境 不幸 無理解 這呢 都總是煩惱啊 這 在這八種 看心是有八種呢 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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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有八種呢 這些事情呢 都在人家的行為中 所以 有款力 那時候 就要 漸漸 勁勁啊 要 很小心啊 所以 一點 也不小心啊 這個 百風啊 稍微把我們吹呢 我們的心呢 就開始 搖動起來了 這呢 就 很苦啊